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往中攀帅与李承更是互相调侃 笑称第一次装修的经验都是痛苦的 随后两人更是大方爆料 相识十年却在讨论店内装潢时第一次存在意见分歧 甚至差点大打出手 其实只能这么说 我们这次装修应该比之前的少花了一些 因为之前 诚实很好 非常诚实 我们也不说假话 对吧 我们说什么我们装修花了什么七位数八位数 少一两万 诶 但是因为之前的第一次嘛 因为很多人都有第一次 而且呢 我觉得第一次有的时候经历都是很痛苦的 诶 讲清楚 就是第一次的装修可能我们没有什么经验 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带给大家那种感觉 其实这一次的装潢的部分是我第一次跟李成稍微的有分歧 对不对 我们还就是带一些情绪的这种感觉 你知道 情绪化一点 因为我们都希望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 对 那这个怎么拿捏 怎么去协调 其实还蛮累 蛮痛苦的 真的 因为两个人会有两个不一样的一些想法 所以这是我跟李成认识十年来 我们第一次就是差点大打出手 此前有消息指称 潘伟博因今年金钟奖称帝遭受外界质疑而不堪重负 在其公司补办的庆功典礼上 潘帅更是袭击而弃 极度哽咽落泪 最近外界更有传言 潘帅因备受压力而逃至内地的潮流店内做监工 采访中 潘帅则大方自嘲 市地做监工非常可怜 但也很开心因为金钟奖所带来的正法效应 好可怜啊 影地做监工 哇塞 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呢 住在店的三楼 然后呢就是每天拖地啊干嘛的 洗澡也没有热水啊 没有啦 其实我最近这段时间在内地有很多的演出嘛 所以还有广告 所以就是 通常都是 我们的时间都是差不多分配在 年中之前 年中就是六月之前我们会拍戏 然后发专辑 然后接下来是在就是各式各样的地方去做巡回的演出 那没有说因为金钟奖而改变我自己的生活 改变我的心态 改变我的人 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吧 真的很开心 很开心有拿到这样的肯定 那同时当然也很开心也谢谢所有朋友们给我们的负面的 因为我觉得正反面都是应该要去吸收的 我觉得没有人是可以做到完美 那我觉得活在自己的当下最精彩 我觉得是最开心 所以2012年 我还是会去很努力去做每一件事情 www.blog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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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g创